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25日星期二 昨天才说 中国的第一学府北大陈伦 北京大学堕落陈伦 曾经在11月一口气成立了四个习近平研究中心 甚至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习近平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代表了北大的彻底沉沦 仿佛文革沉沦一样 但是北大人没有死绝 北大人没有完全被打断脊梁 就在这两天有两个北大的学者站出来讲话 而且讲真话 一个是社会系的教授郑也夫 还有一位是当过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贾倩国 这两位都退休不久 而贾倩国现在还是全国政协委员 他们在这几天先后发表言论 规劝中国当局不要胡作非为 规劝习近平当局 这位郑也夫社会系教授讲到台湾 因为这两天台湾局势也紧张 所以说俄罗斯要去进攻乌克兰 习近平在窥视台湾 看有没有机会去武攻台湾 派出大量的战绩 再次袭扰台湾 17年度派出战绩最多 就在1月23日 24日 39架 16架不等 郑也夫公开发文 说是匹夫谈台海 意思是说匹夫有责的意思 他就坚决反对武统台湾 他认为这个武力威胁就诱发战争 而且带来仇恨 他说表面上要去反台独 他说你反的是遏制什么台独 遏制表面上 民意上的态独 他说你遏制不了事实上长达70多年的态独 就是台湾独立 他说人家东西德对峙45年都是互相独立的 最后人家还和平统一了 他说现在这个政策去武力威胁 制造仇恨是华天下之大忌 他为什么要出来公开说话 他说第一点 他认为自己相对皮肤有责 他虽然是一个人 他说万一起一点作用 它也要发声 不然将来追悔莫及 第二 他说现在这些武统派动不动就代表人民 他说他不想被代表 因为他自己道不孤 就是他自己还有代表性 所以他要发声 代表的是反武统台湾 反武功台湾的那一派 另外他还说道 因为公共平台上言论管制 现在说的一边倒的只有武统派的声音 所以他现在发声的就是秘族珍贵 要补白空白 另外他说如果是沉默不发声 就好像是默认 就是一种同盟 所以他有必要发声 另外他还提到台海战争的危险性 现在由于各国拥有核武器 都能够一致战争 他一旦战争打起来 有核武器的国家 就很难免不动用核武器 那就是毁灰性的 所以他就得出结论 放弃武力威胁台湾 破绽眉睫 谁武力威胁台湾 倒是指习近平和共产党 这位郑野夫教授是自由派知识分子 他也敢言著称 实际上前两年他也发表了相当对中共来说惊动的言论 比如说2018年他发表了言论 他说中国共产党应该体面的退出历史舞台 淡出历史舞台 实际上你作为一个政党 你该做的已经做了 那么在未来的历史精神中也不应该再有你的地位了 或者说应该是和平的 交出权力 还政于民 在2019年他又提出中共的官员 各级官员应该公布自己的财产 他应该是政治局常委带头这么做 就是公布官员财产 死至政治局常委 他说这些话当然都是合情合理的 是对中共的敲打 不过他也比较谨慎 比如国外的媒体采访他 他说最好不要接受采访 他的想法很单纯 很简单 不要跟人家扯上什么外国媒体 外国势力 他说他是很简单的 不要被复杂化 况且他居住的环境也不那么安全 所以他就说话了 也就是皮肤天下兴亡 皮肤有责 发表了一个皮肤的一己之见 以警醒这个社会 至于能不能警醒 能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他就尽力了 另外一位北大学者就是贾庆国 他以前是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 退下来之后 他现在还是政协委员 还当过政协的常委 有一定的发言权 他最近在中国的一个所谓国际外交这方面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个长文 说这个长文长达22页 就是谈国家安全 他在这个文章就认为 说过度的强调国家安全 或者过度的夸张国家安全 他说成本很高 收益很低 他说成本有可能高于收益 就是承担不起 他就告诫现在的中国不要效法前苏联 所以前苏联也是追求军备竞赛 过度的夸大 所谓国家安全 追求军备竞赛 追求国防开支 以至于拖累经济发展 也拖累老百姓的生活 所以最后也引起老百姓的不满 民怨沸腾 以至于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和瓦解 他认为如果盲目的追求这种所谓国防开支 或者所谓的国家安全 有可能重蹈苏联的负责 另外他又提到 如果中国过度的夸大国防开支 追求国防开支的话 它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 也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 这就是军备竞赛 就是一种恶性循环 另外他提到在中国或者中共里面有一种主张 因为断绝了跟外国的经济联系或者贸易联系 就不会受到制裁或者外部压力的影响 似乎自成一体 发展经济 他当然就批评了这种想法 因为这种想法是在习近平时代 有些人主张重新闭关锁国 回到毛泽东时代 所谓的智力更深 内循环 他就说 中国要发展 企业要创新 而且要对外国实体开放 这才是一条出路 才是中国发展的出路 这位贾倩国人还打了一个比方 他把那种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人 比喻为一个人对疾病的过度反应 有的人对疾病的过度反应 有可能是小病大致 或者是过度的治疗 结果把小病变成大病 还有可能让一些治不好的病恶化 就是说反而是坏事 然后他又告诫当局 习近平当局 或者是共产党当局 说要真正注重国家安全 就要广交有少数敌 在国际上 尤其搞好跟大国的关系 这样才能换来国家安全 当然 这个贾倩国说话当然是有所保留 或者尽量使用了中国内部的 或者是中共内部的语言话语体系 比如他说国家安全 他心里很清楚 这个国家安全实际上在中共那里讲的就是 一党专政的安全 政权的安全 红色江山的安全 甚至对一些掌权的人来说就是他个人权利的安全 个人权位的安全 所以表白上说国家安全就在批评了习近平和习家军 或者说他们把持的中共 在追求党的利益 一党之师 个人之师 追求个人利益 过度的强调个人的安全 或者是国家的安全 以至于惊慌失措 过度反应 这两位学者 郑也夫和贾倩国都应该说是比较大胆 比较开明 说了真话 在相当程度上是给国家或者是执政党敲响了警钟 当然有人也为他们咽咽把汗 说会不会出麻烦 我倒是认为不见得会出麻烦 一方面 这位贾倩国先生 他现在是政协委员 相当于在政治上有职务 是一种保护 另外他说的话也没有超出中共内部的话语体系 只是在这个话语体系中尽量讲了一些真话去敲打当局 郑也夫我也不认为有多大的危险 他毕竟是个人发表的言论 就像他说的 既没有什么团伙 也没有什么外国势力 你要扣帽子 也扣不上 而且他在2018年2019年也大胆发言 据说当局找他谈个话 或者是请他喝过茶 所以看上去的问题不大 倒是背后的现象值得关注 就是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北京大学这两位学者 敢于挺身而出 仗义直言 郑也夫发表言论 阻止中国去鼓励攻打台湾 反对武统台湾 而这位贾倾国反对走倒退 开历史倒车 就是应该继续改革 继续开放 继续融入文明世界 跟大国搞好关系 也就是搞好中美关系 我相信他们的声音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代表 也代表了中国内部 尤其是体制内 党内的一些声音 比如说在党内有反习派 有反习阵营 他们也希望有人出来说话 如果说高层的领导人不方便说话 高层领导或者政治老人不方便说话 希望一些学者说出话来 那么他在背后也预意一定保护 一定承担 有可能有这样的运作 也就是说郑也夫先生或者是贾倾国先生 可能代表了个人的言论 个人说话 但是也可能就代表了体制内 党内相当一部分人说话 或者就是跟反习阵营 反习阵营跟习派的斗争相关 或者叫做路线斗争 就是在台海问题上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 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上是要改革开放 还是要闭关锁国 是往前走 还是走倒退 往后走 开历史倒车 说到贾倾国和郑也夫这两位学者大胆敢言 不一定有事 但是在中共党内 习近平已经开始报复了 大概因为他在浙江 荷兰 到处习家军受挫 他开始报复 最近两天又通过中纪委 通过中纪委说中共中央批准 体现习近平的意思 又抓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不大不小 似乎都是副省部级的官员 但是都很有来头 一个叫蔡厄生 说是当过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的副主任 说已经退休了 突然是把他给逮起来 还有一个叫徐明 是粮食局的副局长 也是2018年就退休了 退休了3年了 所以又给逮了起来 另外一个叫孟祥 说最高人民法院是执行局的局长 他也被逮了起来 这三个人被逮起来 表面上都是有经济罪 但是都放在后面 什么行贿受贿 接收礼物 为家人盟取好处 但是前面都是政治罪名 比如说蔡国生说他退而不休 说他是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 是两面派 一时就暗示不忠于习近平 不承认习近平 说尽管退休了 还要把他给逮起来 找了一些腐败罪名 而徐明就很有来头了 徐明是薄熙来的旧部 是薄熙来的可以说得力的助手 以前薄熙来当商务部长的时候 徐明在商务部成为各个市的司长 也当过研究室的主任 说是薄熙来在商务部的智囊 后来薄熙来到重庆去主政 成为市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 徐明也调到重庆 当重庆市委的先当副秘书长 后来当秘书长 秘书长 如果是市委的秘书长就当于市委书记的大秘 说他是薄熙来的大秘 据说唱红打黑 就是他推出包装出来的 说他是个文人 所以当时薄熙来作为西南王的手下是文武双全 各方面的人都有 说文有徐明 吾有王立军 商有黄岐帆就是市长 说黄岐帆很善于搞经济 当时把重庆的经济搞得很好 节节上扬 在全国都领先 而王立军从辽宁调过去的旧部 帮他执行他的唱红打黑路线 是公安局长兼副市长 再一个就是徐明 他给他搞文化上的包装 所以这三个人就撑起了薄熙来的一片天空 我都知道王立军因为夜本美领馆 导致了薄熙来下台 后来黄岐帆曾经继续当重庆市长 后来逐渐退到一边 但是徐明后来就名声暗将 把他调到北京去 当了粮食局的副局长 2013年去了 到2018年退休 五年都封平浪静 没事 但是现在退休三年了 突然把他给弄出来 弄出来之后 表面上也说他有经济问题 但是事实上说他是政治问题 而说得很明确 说他是妄议党中央大政当政 意思就是说对习近平不满 对习近平现在的班子不满 说了一些不中耳的话 因此可能被有人抱到习近平那里 就把他给逮了起来 另外一个梦想是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主任 这个人不知道来历为何 但是给他加个也是政治罪名 也说他是对党不忠诚 不老师 两面派 两面人 这些东西放在前面 然后再说到什么违反八项规定 什么收礼 受贿 这些放在后面 就说明这三个人都是政治问题 而政治问题实际上都指向习近平 都属于反习派 所以可以看出近期习近平的一个反扑 由于习家军在各处受挫 习近平需要发泄 所以对那些在下面议论的反对他的人 他要抓 只要拼凑到经济罪名 他就以反腐败为由 以经济罪名来抓人 事实上是政治问题 政治战斗问题 也就是反习 西安解封了 昨天1月24日当局宣布西安解封 西安一共被封城32天 搞得1300万西安人民叫苦连天 而且陷入激昂 所以说是西安创造的次生灾害远大于武汉 现在宣布解封 解封说市民连持所谓一马通 只要是绿色的就可以离开西安 说进入西安要持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等等 但是据说西安还有一些小区是属于封控区 暂时没有解封 就是总体上解封 西安人民当然可以透一口气了 但是这里留下几个悬念 一个悬念就是曾经被转移了几万人 几十万人离开西安 说是动态清零 这些人在哪里 他们有没有被解封 没有回答 第二个 在西安封城32天 超过一个月 给西安人民造成了自身危机 谁来负责 把持西安的是一些习家军人物 西安的市委书记 西安的市长 还有陕西省省长赵依德 这些人都是习家军人物 他们造成了严重的次身危机 因为在西安封城过程中并没有因为疫情或者病毒死一个人 但是在医院关闭却导致其他的灾害 孕妇不能生孩子 胎死腹中 导致生命的丧失 还有得了心脏病的老人不能够及时就医 死在医院外或者医院内 还有那些人得了疾病 不能就医 也死亡 就是这个次身灾害 而最严重的次身灾害就是创造了饥饿之城 西安这次封城最大的名词就是饥饿 就是饥饿 所以西安人都说外地人以为我们发生了疫情 实际上我们发生了饥饿 所以西安当局和陕西当局准备不足 一刀青 粗暴简单 奉行习近平的极端政策 什么极端的封城 还有极端的清零 所以搞得西安成了饥饿之城 连所谓《长津湖》的编剧黄建兴都成了饥饿的一员 都困在做困饥饿之城 差点饿死 很多人都喊快饿死了 黄建兴当时还不敢发言 说是有发言的人都被抓起来了 自己虽然是挨饿 说这一辈子没想到还会挨饿 但是也不敢说话 甚至说有人要转告他的话 还要打上马赛克 逐渐是多么大的讽刺 他写《长津湖》说这些志愿军没东西吃 吃冻土豆 甚至没有衣服穿 成了冰雕连 人家说他自己几乎就成了冰雕连 吃冻土豆 甚至连冻土豆都找不着 所以西安就以饥饿著称 这叫刺身 灾害 吃神危机 谁来负责 这就留下了巨大的悬念 中国的篮球明星姚明曾经在美国火箭队当过篮球中锋 现在退役之后 他在中国做篮球协会的主席 同时说这次冬奥会他是冰雪推广大使 结果前几天他讲大话 一方面说彭帅没事 交谈很愉快 但是没有说明彭帅究竟是否受到软禁或者变相的看管 另一方面他又说邀请美国的球星 篮球明星坎特去访问中国 因为坎特批评习近平是独裁者 暴君说在西藏 在新疆到处迫害人权 所以姚明就说希望坎特去中国看看 去新疆看看 说是不同的信息 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结果他说了这番话 带党宣传以为就没事了 但是没想到坎特当真了 坎特当真就回答他 说我去接受你的邀请 但是条件是第一 有没有经过他同意 就是说习近平同意 再来就是说你陪同我走 到新疆 西藏 香港到处走一走 看看 还说他相约去台湾 看看民主的台湾是怎么建设的 结果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姚明不仅不回答坎特 结果他把人家给拉黑了 就是在Instagram 叫IG 这么一个社交媒体上 他被拉黑了 说坎特现在哭笑不得 哑然失笑 说他邀请我去中国 我也回应他了 居然我要求他再回答我是否去 结果突然发现姚明把他给拉黑了 不联络了 所以说明什么 说明姚明是个共产党员 替共产党说话 是共产党的那种风格 以为说了一番大话 面对记者侃侃而谈 大话连篇 帮中共掩饰 一会儿掩饰彭帅 受到软禁的事实 另一会儿又假装邀请坎特去看一看 好像想说明新疆没事 但是人家这样当真去看看的时候 他就把人家拉黑了 这是典型的变色龙 按中共内部的话 那就是两面派 两面人 这是共产党文化 党文化影响下的姚明 虽然身材很高大 四肢发达 但是头脑简单 或者说头脑残疾 才演出了这么个党文化 就是说归说 做归做 我说出来是好听的 没想到要当真的时候我就夜宫耗聋 卑躬摄影了 我不能做 所以很尴尬了 反过来被坎特将了一军 最后干脆把人家拉黑了事 这就是姚明的作风 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作风 就说明了预干力章 就说明了新疆经不起看 不敢给外国人看 因为你掩饰不了那里的集中营 掩饰不了那里的强迫劳动 掩饰不了那里种种人权迫害的丑闻和惨剧 所以大话说完 就关上了大门 所以姚明本来是一个体育明星 现在沉沦的 就像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一样 就像华春莹或者赵立健一样 大话说完也是动不动就是欢迎到新疆来看看 但是不让别人去看 别人去了要服从他们的安排 让你看 我们让你看到的东西 不让你看 我们不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即便有联合国的 有其他人去新疆走动 也就是如此 如果坎特这样去走 他们也如此 不过他们接待不起 因为坎特绝对不会服从他们的安排 说你让我看什么就看什么 那我要看真实的新疆 我就跟姚明自由自在的走一趟 如何 中共就不敢回答了 所以姚明也不敢回答了 所以姚明很不幸 也很可悲 本来是一个体育明星 如果你充当什么冰雪大使 推广体育运动也就罢了 结果去充当什么中共的发言人或者代理人 实际上是自毁声誉 自扎牌子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提醒新来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 《陈破空众论天下》 也请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也收到及时的节目通知 另外也继续欢迎新旧朋友点赞和传播我的节目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